韩丽两个人落地之后 都没有急着说话 各自施展手段 把身上的气息完全遮蔽起来 才沿着镇外那条 已经斑驳不堪的青石板路 朝着小镇内走了进去 镇内外的区别之处 是一座吊漆严重的木质牌楼 其顶层铺着的黑瓦上 升满青苔 下面的门楣处呢 则镇刻着青林镇三个大字 韩丽停在这座牌楼下边 看着上面几个字 忽然想起了当年 离开山村后的 第一个落脚的地方青牛镇 一字之差 却是两个世界相聚万载 热火仙尊健壮 眉头微促地问道 李道勇 怎么了 韩丽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只是想起了些往事罢了 热火仙尊苦笑着摇头说道 我们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 李道勇你居然还有心思追忆往事 此等心境 佩服 佩服啊 我们之前虽然大致上一路向南 中途却也在东西方向几番转换 目前看来还没有被追上来的迹象 不用太过紧张 随后两个人穿过牌楼一路向内 发现这座青林镇面积虽然不大呀 几条不算太宽的街巷当中 茶楼九四商铺药房倒是应有尽有 看起来热闹非凡 不多时二人挑了一间茶馆 直接要了一间包厢 上了二楼 在临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小二上了一壶上等的云山雾茶 摆上几样颇为精致的点心 就自行退了下去 只遇下韩丽两个人对坐饮茶 韩丽端起了茶杯 轻轻嗅了嗅 只觉得一股清新疑人的透气鼻香 眉头不由得一挑 说道 嗯 没想到这寻常山野 也有如此相鸣啊 热火仙尊文言 撇了撇嘴 没觉得有什么值得撑到之处 随后她的目光扫了一眼 窗外下方的街道 然后看了看韩丽正色地说道 此番承蒙力道友出手相助 我又欠下你一份恩情啊 韩丽文言神色如常 与其说这个 还不如跟我说说 你为何会被先公之人围攻吧 这个 力道友 还请恕我无法明言啊 见热火心尊犹豫 韩丽白白手说 无妨 我大致也能猜到几分 肯定是你所在的宗门出了问题 你先前提醒我 不要用火业宗外门长老的身份 应该也是因为如此吧 在谷中你帮过我 所以这次 我算是还你一个人情 热火仙尊叹了口气 坦然地说道 哎 是有这方面的顾虑 更多的 还是不愿节外生枝啊 韩丽健壮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喝了一口茶水 正要说话的时候 脸色突然变了 只见他突然从桌边站起 手腕一转之下 掌心多出了一柄 电光闪动的 轻竹风云剑 热火仙尊 只比他慢了一息 也站了起来 双手一掐发掘 顺着韩丽的视线 朝着包厢门口的位置 看过去 一道银色的光芒 突然凭空在那里浮现 从中传出了 阵阵强烈的空间波动 韩丽眼中 寒光幕的一闪 身上气息骤然一亮 瞬间爆发开来的波动 令身旁的热火仙尊 都忍不住眼角一跳 这个时候 一个颇为熟悉的嗓音 响了起来 导游莫要动手 在下并非仙宫之人 也并无恶意 荧光之中 两道人影浮现出来 其中一个身着紫色衣袍 头上身有卷曲白发 相貌呢 却是俊朗不凡 另一个则身穿黑袍 容貌年轻 身材颇为销瘦 居然是他们 韩丽啊 虽然认出了眼前出现这两个人 正是石穿空 和轮回殿的 怪盗胡三 但是心中的警惕却没放松 不过呢 他也没有再说话 而是把目光看向了热火仙尊 因为此时石穿空和胡三的目光 都聚集在热火仙尊的身上 热火仙尊身上光芒闪动 目光从银湖身上扫过 落在石穿空的身上问道 你是何人 石穿空略微行礼 微笑着说道 在下石穿空 我想道友应该是没听说过 不过没有关系 热火道友只需知道 我找你的目的就行了 说话之时 他的目光在韩丽身上扫了一眼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一旁的黑袍青年眉头一挑 黑黑笑了一声 开口说道 是你 那日在玉坤楼拍卖会上 阁下可没跟我少征宝啊 你的家底可是丰厚得很啊 韩丽笑了笑 神情自若地说道 大名鼎鼎的银湖怪盗 总不至于计较这点事吧 道友多虑了 我今日来是来找热火道友的 热火先尊眼中警惕之色 越加越浓 身形不自觉地朝着韩丽动了动 问道 你们找我有何贵干 石穿空的目光 重新落在热火先尊的身上 名人不说暗话 我们找热火道友的目的 道友心中应该清楚才对啊 韩丽听闻此言 目光微微偏转 看向热火先尊时 不禁生出些许疑惑之色 热火先尊神色不变地开口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既然我们往日没有什么仇怨 那就还是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的好 李道友 我们走吧 热火道友 过了这么多年 你就不想再回宗门看看吗 这胡三提高了几分嗓音 拦下热火先尊 热火先尊文言一致 沉言半赏后又说道 回去又能如何 不过尽是些残垣断壁罢了 我就不明白 往事如烟 你们为何就是不愿放下 这韩丽虽然听得云山雾罩 但是也能看出眼前这两个人并无恶意 随即把手中长剑收了起来 胡三听罢热火先尊的话叹了口气 唉 火道友 不是我们不肯放下 是天庭仍然在紧追不放 火叶宗 因何被先攻监视 咸云山又为何乱象分歧 我想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 韩丽文言心中又是一动 哦 怪不得热火先尊先前几分提醒 不让我再用火叶宗长老的令牌 看来这里边还有不少隐情啊 虽然早有猜测 但现在基本可以证实了 之前与死其遇袭 也是因为他的缘故了 热火先尊沉音半赏 开口说道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还望告知 胡三文言眨了眨眼说道 不瞒热火道友 我乃是轮回殿的人 还有这位石道友 来自于魔狱 热火先尊听完有些诧异地问道 怎么 连魔族也选择和你们轮回殿结盟了 石川空笑了笑说 哈哈哈哈 热火道友想多了 我石川空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哪能代表整个魔族呢 今日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 一是受胡三相邀 二是对真言门当年发生的事情有些好奇 不知热火道友能否解惑一二啊 听到真言门这三个字的时候 韩丽脸上毫无波澜 心头却是震动不已 这个宗门他并不陌生 不仅是因为他修炼的真言画伦经 就来源于此宗 更是因为他之前的神魂穿越 就是来到了这个此宗门 这石川空说的话 也未免有些太过轻巧 一个掌握着空间法则的家伙 又怎么可能是魔族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呢 在韩丽思量间热火仙尊叹息一声说道 唉 当年真言门覆灭之时 我恰好奉家世之命外出游历 被困于一处绝境遗迹 等好不容易脱身 却已经是将近千年之后了 奈何当时宗门残存的长老弟子 都已经成了天庭的通缉要犯 我只能削骨一容 远走他乡啊 对于宗门变故 我也想知道原因 否则我就不会冒险来这黑山仙域 创建火叶宗来掩人耳目了 韩丽听门忽然问道 这么说来 热火道友一直隐居咸云山 同样是为了引记踪迹 热火先尊眼底露出一丝愧疚之色 说道 也不仅是如此 之所以大半时间留在野鹤谷 也是与段道友等人性格相合 相处融洽之缘故 却没想到最终 连咸云山也被我拖累了 胡三文言笑了笑说 道友不必自责 先公想要对咸云山出手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其中大半原因还是想肃清 我们轮回殿隐匿在其中的势力 韩丽听到这话 突然话锋一转地问道 我有一事不明 先前我们古中一位道友遭袭 身受重伤 不知你们轮回殿所为 还是先公所为啊 胡三看向韩丽说道 你说的是 清风崖上的那个 伤他的人是一个手持红伞 打扮得娘们儿唧唧的家伙 看起来不像是黑山先公之人 倒像是监察先使的手下吧 韩丽眉头一挑又问 那这么说来 出手救他的人 就是你咯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